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随着各种人工智能软件的不断完善,视频剪辑的过程也变得更加简单。 以DID,HM为代表的数字人视频制作网站,可以帮助内容创作者制作完美的形象和专业的配音。 不过,此类网站的免费额度有限,输出的视频还会带有水印。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全能的在线视频剪辑平台,DubDub。 可以作为DID的替代,帮你免费制作专业的数字人视频。 作为一个综合性AI视频剪辑网站,DubDub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内容生成、图像转视频、音频合成,以及基于AI技术的视频剪辑服务。 Idea to Text功能,基于ChatGPT设计,并内置了多种预设风格,可以完成高质量文本内容生成。 完成了内容生成,使用DubDub的Text to Speech工具,把文本转换为专业的配音。 Image to Video功能,则可以把静态人物图像,转换为生动的虚拟主播。 最后,使用视频编辑工具进行剪辑,完成字幕的自动添加,并输出完整的视频内容。 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使用Google、脸书账号直接登录。 登录到后台,我们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 然后,点击左侧的视频编辑选项,新建一个视频项目。 左侧的工具栏,可以上传素材,生成数字人主播,完成自动字幕转录,以及转场和特效的添加。 第一步,创建一个数字人主播。 上传一张人物图像,或者使用系统自带的工具,定制虚拟人物肖像。 在对话框中输入提示词,或者使用系统提供的推荐词条。 点击生成按钮,本次操作会消耗两点额度。 如果对生成的内容不满意,也可以点击Regenerate按钮,或者从本地上传图像。 在选择图像的时候,建议使用人物的正面罩,可以获得最佳效果。 下一步,点击下方的Add Audio按钮,从本地上传录制好的音频,或者使用DubDub的Text-to-Speech工具,完成音频合成。 Language选项,选择中国,下方就会出现多种不同风格的播音员。 点击播放按钮,试听并选择一个喜欢的播报风格。 播音员右侧的选项,可以调整语速、情感和语调。 然后,粘贴需要播报的文本内容到上方的对话框。 在此,我选择一段娱乐八卦新闻。 点击下方的生成按钮,完成语音合成。 关于实时新闻的来源,我选择免费的Google Bar生成。 完成音频合成,点击最下方的Make Talking Photo,开始生成动态视频。 视频的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设计完成后,可以在Media、Talking Photo Gallery分类中找到。 等待几分钟的时间,看到Ready标识后,就可以使用了。 点击右侧的加号按钮,把本段素材应用到下方的时间轴中。 点击播放按钮,预览一下效果。 据多家媒体报道,杨幂和魏大勋已经分手。 Basic Setting选项,可以调整透明度、左右镜像,以及人物的位置。 如果对语速不满意,还可以降低或提高播放速度。 拍到杨幂和魏大勋在街头吵架,疑似是感情出现问题。 Toning选项,可以调整图像的色彩、色温、亮度、对比度等选项。 Mask选项,可以调整图像的形状,例如正方形、椭圆、或者圆形、拖动即可调整。 把虚拟主播移动到合适的位置,调整大小,方便添加视频素材。 然后,从本地导入视频、图像素材,应用到时间轴中,并拖动素材到合适的位置。 按照这个方法,导入多组素材,添加到时间轴的不同位置,完成视频剪辑。 下一步,选择AI Subtitles,语言选择中文,完成语音转录,自动添加字幕。 选中字幕,对翻译不准确的部分,我们可以进行手动修改。 Effect选项,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和效果。 拖动字幕,调整位置和大小,完成视频设计。 最后,添加动态背景和简单的转场效果,输出高清视频。 两人从2018年开始恋爱,一直很低调,但最近却频频传出分手消息。 近日,由网友拍到杨幂和魏大勋在街头吵架,疑似是感情出现问题。 除了视频编辑和虚拟主播制作,DubDub还提供了脚本生成、语音客龙、YouTube视频下载等功能。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 然后,我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数字人平台,DeepReal。 DeepReal为用户提供了高清数字人、专业语音播报,以及文本转视频服务。 只需三个简单步骤,就可以制作一段高质量视频。 点击主页的Sign Up按钮,使用自己的邮箱注册一个账号。 点击同一条款后,就可以使用了。 DeepReal为新用户提供了免费试用账号,除了带有水印外,其他功能均和付费账号一样。 登录到后台,选择Create New Video,新建一个视频。 首先,从左侧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喜欢的数字人主播。 点击右侧的Background选项,我们可以选择纯色,或者从素材库中选择一个适合的背景图像。 然后,把准备好的视频脚本粘贴到右下角的对话框中。 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Generate按钮,开始生成视频。 完成后,导出视频到本地即可。 DeepReal的优点是可以输出高质量的数字人视频,缺点则是没有提供编辑器,支持的语言类型和主播数量不足。 不过,此类网站更适合为中小企业制作宣传、推广视频,可以节省广告制作成本。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免费试用该工具。 傅乔布斯、史蒂夫·莫兹尼亚克和罗纳德·维恩创立。 当时的主要产品是Apple i个人电脑。 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图形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Macintosh,为计算机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